我們的臺客領導呢 是我們在這週末大報掛的製作人 他剛剛特別在我們的聊天室裡面 跟大家也說出來 他確實就是確診了 大家跟他說一聲早日康復 而我正在瑟瑟發抖當中 好 我們來關心一下民進黨 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的新書 在今天出版了 他在書中就自曝 學生時期曾經申請過美國綠卡 但他今天受訪的時候表示說 他已經主動放棄申辦了 但那個時候在 美國六十五十年 退出聯合國的時候 臺灣就有一股的出國潮嘛 那家裡剛好也有很多的親戚在美國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來申請 那只是在學校畢業之後 覺得我們的根在臺灣 我們應該留在臺灣努力 我們就放棄就沒有繼續再辦了 就這樣 對 其實現在陳時中 已經完全進入到選戰模式 但是有一些歷史 可能有些人忘也忘不掉 布農醫師田之學曾經因為陳時中他的承諾 要改善原住民的醫療資源不足而被圈粉 今天卻在臉書上面寫下 因為疫情原住民健康就被遺忘了 以這樣的標題似乎在暗酸陳時中三年前的承諾全部撬票 我們來聽聽看時事評論員羅友智他的最新分析 田醫師呢大概在兩年前 因為我追蹤他粉專很久 我也是 然後我看原來我去翻 他今天特別高級酸 我的解讀是啦 但因為田醫師我不曉得他心裡是想什麼 他第一個就說哇新部長真好啊 多希望你趕快做一些作文 因為這三年陳時中答應我們的原住民 這個沒有那個沒有這個沒有 也沒再開過了 那我就好奇啦 這三年做了什麼事 那我就回去找 還真的咧 田醫師的三年前 他先發了一篇文章 然後他裡面就有寫說 當時陳時中來特別參加我們原住民的一些酒會 餐會 講了好多好感人的話 那很多原住民痛哭流涕 然後沒多久2019年 旁邊那個智慧原鄉健康照護 這是原住民健康大會 就每年都會辦一個這個 你可以說他拜拜 至少原住民的相關代表 可以到裡面去發言 你注意我們什麼什麼什麼 就有這個了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了 三年全部沒做 停滯 真正停滯的是衛福部停滯 不是台北市政停滯 現在是衛福部整個停滯 原住民不在乎你啦 就像我上個禮拜講的 桃園根本不在乎你們這些知識分子的票 所以你要當他在做說我從醫出新的時候 你就要告訴大家 他的心是這樣 他的心很滑的啦 他可以講話不算話啦 他可以答應要照顧原住民 他沒在照顧的 我不相信現在原住民不會痛 當他這本書在寫的時候 他又要自吹自擂 你就要提醒大家 陳時中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人 當他在講柯文哲市政停滯 你就可以罵他啊 他的衛福政策也是停滯 不好意思喔田醫師 如果我有曲解你的意思 你別介意 至少我看到也是這樣啊 因為你裡面發文就是說 這三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不起喔我沒辦法接受你這句話 怎麼叫因為疫情不能關心原住民 請問57萬原住民你們可以接受嗎 董哥你覺得他們應該要接受嗎 因為疫情他們健康不用關心 甚至這一波疫情 COVID-19原住民受傷更重 你知道原住民的確診率有多高 他們的死亡率加上醫療沒有這麼好 頭藥他講的那三個 陳時中賴以為生 在書裡面講說他疫苗又多好 快篩多好 然後頭藥多準確 在原住民 在所有的原住民環境裡面沒有發生 大家看看真的 我們應該要被這種人洗腦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智恩 利用確診在家休養的時候 在臉書貼出了跟著年長者互動的照片 也討論高雄人口老化的問題 不過卻被民進黨的高雄市議員 高敏玲給找查了 用兩年前的舊照討論脫勞議題 質疑柯智恩是不是要來湊菜刀 暈目混珠啊 柯智恩陣營則是反批 這執政黨的議員無意花時間監督市政 只會潑髒水 還真的是很無聊 柯智恩要選高雄市長談高雄市的拖勞政策 竟然拿基隆市的照片來漁目混珠 我想柯智恩被國民黨提名為高雄市長候選人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 沒想到柯智恩還是無心高雄不接地氣 到現在竟然連一張跟高雄長輩的合影合照都拿不出來 建議柯智恩還是不要選高雄市長了 不如回去選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組委就好 照片只是一個示意圖 柯智恩所提出來的是高零化社會所會面臨到的問題 我想大家應該針對政策面來討論 而不是因為反對而反對 今天民進黨的議員 他居然用基隆拍的一張照片來全盤否認柯智恩的主張 我是覺得很不是很正當的做法 而且是回到民進黨 他一向就是為反對而反對的這種做法來模糊焦點 其實在這樣有建設性的建議之下 我們覺得他就像在潑髒水一樣 照片 請問政治人物有規定演出上不能用周子照片嗎 有告訴我哪一條不能用周子照片 更何況我的照片上面寫的是 在防疫之前 所以我只能找一張比較貼近跟老人互動的照片 請問這樣有事嗎 這種事情可以需要拿來做放大解讀嗎 包括很多的社區媒體 包括很多的新聞 也都常常使用周子資料照片 這個是大家在使用上面非常一致的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針對所謂照片的使用 來做一個放大上面的解讀 我覺得這是一件相當無聊的事情 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最近嚴懶的立委范雲還有林昌佐等人被外界抨擊 都是在防疫期間有爭議的人物 難道是要刻意炒高仇困值 讓立委支持者歸隊嗎 而其中也出現了有科的高嘉瑜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開始暗算了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正式宣布參選 短短不到三天競選團隊人馬就到位 但看到成員包括立委范雲 之前因為3加11政策造成雙北疫情大破口 還有萬華人討厭到要罷免的立委林昌佐 以及被公認有科的立委高嘉瑜 這神奇的組合藍軍炮轟 難道是想拉高仇恨值 逼綠營支持者歸隊 陳時中團隊中不少人曾踩中北市民的痛處 這會還有不少立委相助 在黨之一難道民進黨現在是請全黨之力力挺陳時中 一人的選情 競選團隊火速成形陳時中也開始對市政議題出擊 十九號就要登場的雙城論壇 到底該不該辦炒翻天 陳時中說先看這一個條件 如果他的價值存在那就應該要辦 那如果沒有辦的價值或是沒有效果 那就不用辦了 雙方有可能站在一個自由民主 平等互惠的一個價值下合作的可能性 但看看綠營常動不動就把雙城論壇抹紅 是否真的不排除兩岸合作 答案恐怕還是得打上大問號 記者陳日茂 許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 現在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可以說是媽媽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再來吃 為什麼 因為底下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鮑魚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現在上快點購來訂購 馬上就可以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總統級高級享受